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江君俊 各位觀眾朋友 你會不會常常摸你身上 長的一些脂肪瘤 摸起來軟軟的 你可能不會太在意 但是因為前一陣子 我們的藝人賀君祥 去開了頭皮上的一個脂肪瘤 於是開始很多人在問說 這個脂肪瘤到底要不要開刀 白酒會不會變惡性呢 如果一直擺著 你會不會對我身體 造成什麼影響 另外身體的腫瘤 除了脂肪瘤之外 還有一種叫做粉瘤的東西 你知道粉瘤到底要不要開刀嗎 有哪些容易長這些脂肪瘤 那我們今天一起來告訴你 立華那個賀君祥 他是怎麼回事 其實賀君祥他是說 聽說五年前 他就是有發現 他頭皮那邊長一個東西 可是他也不想理他 大部分應該正常人 都不會去理 摸了很久 大部分都不會理他 只是因為他可能就是 他其實應該是說 賀君祥他本身 就是有偶像對不對 高 又高又帥 是我們偶像中的白馬王子 他在沒有拍戲的時候 他都會大吃大喝 可是一旦要拍戲 他維持他的形象 所以他就會想說 如果我今天要做的時候 他就會多吃一點補充 有一種迷思就是說 吃一點高蛋白 其實不要說是他 我也會 對啊 因為他瘦身練重訓 對 就會吃一點高蛋白 讓自己的形態什麼 會比較好看一點對不對 誰知道就是五年多前 他就發現頭皮上面好像總是有個怪怪的 但是他又想說也沒事 就不理他 可是慢慢慢慢 他會覺得會有腦脹脹的感覺 他覺得有點腦脹脹要怎麼辦 然後他就問人家 後來他就想說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醫生 後來醫師就跟他檢查說 你這個是脂肪瘤 還是要切掉會比較好 可是他又在想 到底要切還是不切 到最後他還是切 結果沒想要切出來 還將近快三公分 還算是滿大的 另外一個偶像就是 其實他應該是早期誤入歧途 最近有點小翻身 柯震東 對 對他來講 大家就是健忘他的不好 但是給他一個悔過的機會 但是柯震東還是有 最近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說他其實從小他就有一個 就是頭皮也是長了一個東西 莫名的東西 他也覺得無所謂 其實不要說他 其實小護士 我後面也一顆長到現在 也都沒有去理他 但是我比他好一點 我會去檢查有沒有變大 可是他是有變大 但是他不理他 一直到有一天 那個造型師就是被他做造型 一開始說 你這個會不會長得太可怕 太恐怖了 他說有那麼恐怖嗎 結果他自己摸眼看不是很清楚 但是髮型師都這麼講 他只好就說好吧那就去開 開起來也是讓他覺得說 醫生才告訴他 你這個也是脂肪瘤 這是很嚴重的 對 因為柯震東 他是因為好像越長越大 他去開刀了 賀俊強是說 他好像大到他腦部 好像有點壓迫感 壓迫症症 我意思是很多人皮膚腫瘤的時候 會先去找皮膚科醫師 對不對 但你覺得這個句話是對的嗎 因為他自己覺得說 是吃 他說醫生告訴他說 是吃高蛋白補充錯的關係 脂肪瘤跟這個真的有關係嗎 對啊 脂肪瘤 大概是我們就是人類最常見的 一個良性的腫瘤了 所以還滿常會發生的 那一般認為可能跟糖尿病 高血脂或體重過重的人 可能比較容易有脂肪瘤的發生 但目前來講沒有什麼研究認為 跟飲食有太大的關聯性 所以我想可能就是 還是注意一下健康這樣的體重 控制血糖 控制血脂控制比較重要 對 因為像我們每次在門診 人家都問我說為什麼會 會那個 長這個 對 他說是不是胖的關係 我們遇到胖子的時候 我們可能跟他講說 對 你就稍微瘦一點 是味道好 但是不是 其實我心裡也不覺得 你是因為胖才長脂肪瘤的 我們也有遇到很多瘦子 身上長了四五十顆 你要怎麼講 對 所以大部分都還是基因 如果是麗華的講法 就會是前世的業障 一般來講跟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顏醫師 聽說你是那個 你是腦神經外科醫師 是 他說這個脂肪瘤 它們都是長在頭皮上 聽說也會長在腦裡面是不是 是 其實脂肪瘤 是滿常見的一個腫瘤這樣子 對 在頭皮上是大部分是良性 但是有可能長在腦裡面這樣子 對 像我之前其實有幾次經驗 一打開以為是脂肪瘤 頭皮脂肪瘤 準備手術 想說是一個比較單純的手術 一打開來像什麼 像壞掉的藍莓果凍 結果一挖 挖 一下子挖下去 直接挖到腦袋 結果是個淋巴癌 這樣子 會有這種情況 但是如果真的像脂肪瘤的話 就像我們這個圖上面 左邊這個圖 這個地方紅色圈圈圈起來 一個小小的白點 這麼小的一公分的小小的脂肪瘤 它迷路了 它跑到那邊去了 卡到三叉神經 讓我們這個病人痛了20多年 早了也沒有辦法找到原因 後來因為我們做了高解析度的核磁共振 知道脂肪瘤竟然長在那邊 真的很少見 是 真的很少見 大部分都是長在身體的體表對不對 它現在長在爐內 好在它不是真的 我們講的惡性腦瘤 我們要更麻煩 是 不過還看完一段話 人就 他是覺得說 他終於可以睡得著了這樣子 對 可是其實脂肪瘤在腦裡面 當然有各式各樣的一個症狀 看它長在哪邊 長在運動區 影響我們的手腳運動 長在視力 影響我們的視力這樣子 或是長太大的時候 讓我們腦壓增高 會有頭重重 痛痛的感覺 它表現跟惡性腦瘤差不多 其實是差不多的 一樣的東西 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像類皮一樣囊種 簡單講就像是青春痘一樣的東西 長在我們腦裡面的情況 像這樣右邊這根圖 我們就看到說 它這個怎麼會有一個黑色的 或是另外一個核實工廠 看起來是白色的一個 就像這一塊 不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它打開來 看起來像我們以前叫做珍珠瘤或粉瘤 跟皮膚的粉瘤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病患 他怎麼發現 他是個貨運時機 他還上了新聞 30噸卡車衝鳴災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大的腫瘤 它造成他的癲癇 造成大腦不正常的放電 像跳電一樣 他沒辦法控制了 所以後來還好就是 做了癲癇手術之後 目前還算穩定 對 因為其實像 研醫師舉的這個兩例 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良性的腫瘤 如果長在一些不對的位置 它一樣是表現出來症狀 一樣是要出來手術的 不是只有惡性的腫瘤才要手術 有時候良性的腫瘤 你有症狀就還是要手術 第二案例他 你不怕他開刀 他就一直散發神經痛 第二案例你不怕他開刀 甚至就會癲癲了 不過大部分頭皮的腫瘤 還是長在頭皮的 長在腦部的真的很少見 我一次長在頭皮的 大概會有哪些東西 大部分還是 就是研醫師長頭裡面的 我們這邊頭外面的 就是頭皮上面的 其實一大包頭皮長一包 一大顆甚至很大 也不一定是癌症 就是一般民眾不要太過擔心 最常見的大概包含幾個 第一個像左邊圖 這個脂肪瘤 有時候很大 可以看到這樣捏起來 大概有六七公分大了 那頭皮如果這麼大的腫瘤 因為皮會被撐得很緊 所以有時候病人 還是會有一些壓迫感 或不舒服的感覺 就跟那個賀鑫長說 頭部有那種 對 頭部腫瘡感 因為太大顆 因為頭皮這個地方 皮其實還滿緊的 長一顆真的不舒服 對 那這個脂肪瘤 大部分都是兩性的 它就是一些脂肪 正常的脂肪細胞的 增生造成的 但它通常會有一個 像纖維膜一樣的東西包住 所以它其實一團 矩矩矩矩的 其實滿圓滾滾的 如果它不動的話 我們考慮把它切除掉 那第二個常見 大概就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頭皮的粉瘤 那粉瘤是什麼 它其實很像一個小粉刺 所以有的時候沒有開口 可是有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黑黑的開口 黑黑的點 對 那些網路上 會有一些很療癒的影片 擠出來 什麼擠粉瘤大樹 對 那擠出來 像牙膏狀的物質 那就是因為粉瘤 它就像一個袋子一樣 皮不小心長到皮裡面去了 所以那袋子裡面 就包著一些什麼 我們平常皮屑 髒東西會脫落掉 現在被包在裡面 像包著一團皮膚的垃圾一樣 所以就會擠出一些 臭臭的牙膏狀的物質 那它也是良性的 它自己通常不會消掉 所以如果比較大顆的時候 或是伴隨常常發炎 可能就要考慮把它切除了 那第三種 就是剛剛研議師有提到那個 皮樣囊種 對 腦內會有皮樣囊種 其實皮膚外面也是會有 那它這是一種錯位瘤 就是說它本來這些上皮 應該是長在 跑到皮的地方去 結果它在走路的過程中 就是迷路 迷路到腦裡也可以 那迷路它還在皮的時候 就會在我們皮膚科 也會被發現 那它裡面會有 各種各樣的物質 因為它是錯垢瘤 所以裡面可能挖出來發現 裡面有頭髮 或裡面有一些 像皮脂線這些油油的東西 那這個要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長在中線的部位 就頭的中線 或是鼻子 靠鼻子的位置 它有可能會跟 顱腔內相連 相連 對 就延伸到顏色範圍去了 所以就要特別小心 對 所以其實剛剛 吳醫師已經幫我們介紹 也跟我們講清楚 皮膚的良性腫瘤 到底哪些需要看到了 皮下脂肪瘤 你慢慢變大 可能就會建議切掉 它有症狀了 會痛了 像賀菌講 開始有壓迫感 我們通常也會叫你開掉 像粉瘤的話 其實大家都常問我們說 粉瘤到底要不要開掉 因為粉瘤有時候 反覆感染 或是它一直在變大 其實我們也是建議要開掉的 像這個皮下脂肪瘤 會建議要處理掉嗎 也是會建議要手術處理 但就是手術前要特別注意 剛剛提到中線部位 可能要先做一些 影像學的診斷 確定有沒有跟顱內相連 對 像他剛才講的 這個錯垢瘤 聽起來很文言文 但其實很簡單 就是正常的組織 長到不正常的位置就對了 像你一些 像我們以前在肚子裡面 開到一些這種錯垢瘤 會看到牙齒 會看到骨頭 它本來不應該在這裡 可是它就是跑到這個地方 就這樣 麗華 像我很多時候人家得到腦瘤 症狀常常千變萬化 你是不是有遇過一個案例 它因為是腦瘤的關係 可是它找了好多顆 最後才發現它的問題怎麼在 對 那是一個老師 他說因為這個老師就是說 他原本就是上課 就是要寫黑板 寫字 那都OK的 真的突然在寫的時候就覺得 好像有點力不從心 寫得不是那麼順 但是他也沒有去想很多 然後他就告訴自己說 可是最近也頭痛 他想說會不會是小朋友 學生 要考試比較皮這樣 反正就是通通把它合理化 可是一直到那天在寫字 突然就有點嚇到 上課寫 寫得有點怪怪的 他就說好像不太行 他就跟他老婆講 老婆就說你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他就說那這樣子大概是什麼科 他們太厲害了 一開始就去看神經外科 因為他說人家聽人家說 就是可能是頸椎引起 那個手才會麻 然後就去檢查 檢查那個醫生 就給他照了一個斷層 就這邊給他照 他就說好像是一點點 但是他說不至於那麼嚴重 不然你去復健科看一看 就去復健科做復健 這樣一做就半年多 可是他發現手沒有很大的改善 頭痛也依然存在 然後他就跟他老婆說 可是怎麼覺得最近看東西 學生的成績那個字 那個小行的字有點看不太清楚 他老婆第一句話說 你老花 他說那也是有道理 看就去看眼科 眼科醫師做個檢查 就說你可能用眼過多 3C產品開太多 然後到最後他就想說 這個看也不是點也不是 那到底怎麼辦 結果那天他老婆 煮了一個香噴噴的東西 他聞不到 他就嚇到了 我告訴你鼻竇眼 趕快搜尋 這Google醫師很多 Google就跟他講說 聞不到鼻竇眼 好 就轉到我們耳鼻後科來 誰知道我們耳鼻後科 一定要先幫他做個 那個集體電腦斷層 一照的時候就跟他說 對 你確實是有鼻竇眼 那是不是把它處理掉 但是你講的那些症狀 跟我無關 他就發現有一個點 怪怪的 他說我覺得你這個點怪怪 你要不要再去進一步 請腦神經科幫你看一下 他說我上次看 他說沒有你上次切的位置 沒有切到腦 你再切跟建議說 腦部包括我的鼻竇 這附近去切 一切果然發現 原來是他的腦部腫瘤越來越大 才影響到他的手麻 鼻子嗅覺又影響 而且他視力也被影響 對 所以這個腦瘤裡面的症狀 真的很多 廖醫師是為了一個病人 他是因為月經不來 才發現腦裡面有問題 對 其實我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22歲的女大生 那他是大四 在媽媽陪同下前來就診 因為他月經失調跟肥胖 他是因為他是念設計系的 那大四那年要畢業展 所以他經常熬夜日夜做起顛倒 而且三餐也不定時 可是他說他其實沒有吃很多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年 他胖了將近10公斤 而且他的月經就失調 不來了 就好幾個月才來一次 而且一來量很少 互電的量而已 所以他就想到奇怪 這個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當然先去婦產科檢查 就婦產科檢查說 他是多囊性卵巢 他有很典型的就是肥胖 然後臉上長痘痘 還有體毛很多 然後就是這些症狀 所以又剛好有看到多囊 所以他說他是多囊性卵巢 給他吃排卵藥 但吃排卵藥之後 奇怪還是沒有來 所以他就想說 他順便要減肥 他就來看診 和中醫來調理 因為他其實畢業展 要穿小禮服 所以他其實蠻認真配合減肥的 可是我覺得一段時間下來 發現他減肥的成效 沒有那麼好 而且因為我們在調精的時候 我有讓他量基礎體溫 發現他也沒有排卵的徵兆 想說奇怪了 到底怎麼回事 他就提到說 有一次看診 他就說他們因為畢業展穿小禮服 小禮服的話 只要女生要穿隱形的胸罩 就會擠壓 好看 對 因為他平常不會去擠壓乳房 可是因為在穿隱形胸罩 要喬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 怎麼有那種透明的液體 從他的乳頭流出來 他就嚇跳 他想說他得了什麼 他那時候看診 他跑來告訴我 其實我們一聽著症狀 就知道會分泌不正常的乳汁 應該有可能就是命乳激素過高 我就跟他媽媽說 你趕快先帶他去抽血檢查 所以抽血檢查之後 他命乳激素還真的不是普通高 是破百 我們正常命乳激素是正常20幾 20幾以下 可是通常在100以內 有可能是情緒壓力一些造成的 可是破百大概有很多的機率 很高的機率是腦部長腫瘤 所以果然 那醫生其實看到那個數字之後 就馬上安排電腦斷層 果然就是腦下垂體腫瘤 造成他這些所有的症狀 對 所以他應該就是腦下垂體腫瘤 分泌的這些蜜乳激素 造成他月經不來 沒錯 所以腦下垂體腫瘤這個東西 其實觀眾朋友可能比較少聽到 那顏醫師 那到底什麼是腦下垂體腫瘤 是 其實我們先看腦下垂體 腦下垂體其實是我們內分泌的中樞 它在控制我們很多內分泌的系統這樣子 對 所以腦下垂體腫瘤 就是長在腦下垂體部位的一個腫瘤 所以它造成兩種情況 第一個 它可能影響到我們內分泌系統 它可能造成例如說蜜乳激素的問題 造成月經失調 周期拉長等等的 長到生長激素 或者痴端肥大症 就像我有一些病人 原本還好好的戒指越來越戴不下了 或者是說額頭凸厚到皮膚變黑 暗沉都有可能這樣子 當然還有其他不一樣 例如說是甲狀腺素 或者是說一些皮脂醇的分泌過多的問題 另外一種是非功能性的 因為其實腦下垂體腫瘤 就像我們這個病患 在這個紅色圈圈框的範圍裡面 其實這個部位幾乎是等於 我們大腦正中心 往上面不到0.1公分是視神經的交叉 所以很多人會造成視力上面的一個障礙 常見的就是越看越窄 越看越窄 最後是目光如豆這樣這種感覺 或者是說在往前比較清晰性的 它會影響到它的嗅覺 嗅神經 往後面很嚴重的會影響它的腦幹 往上面會影響到它的腦室系統 讓它走路不平衡 有水腦症的一個情形這樣子 那本身腫瘤光是在長大的時候 它會牽扯到我們腦膜 造成我們頭痛的情況 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腦下垂體的瘤 會產生症狀就兩件事情 一個它本身長大 就好像你剛才講的 壓到視神經 嗅神經 先扯到腦膜都會疼痛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腦下垂體 分泌很多的激素 所以它可能會枝端肥大症 或是上月經消失 所以你有些莫名其妙的症狀的時候 就要小心你的頭裡面 是不是長了一些怪怪的東西 那頭皮上的腫瘤 其實分了很多種 像剛吳醫師講的 你一些脂肪瘤 如果有一些症狀 或是一些粉瘤 還是得要需要去開刀的 但是你知道嗎 你最擔心的是 脂肪瘤到底會不會變惡性的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發現你這個手上 有一個小小的腫瘤 你輕輕的去擠它 又好像會擠出一些東西 你會不會很想用你的手 一直一直擠 想要把它擠乾淨 立華聽說有個案例就是這樣 自己常常在這樣一直弄 結果最後發現是惡性的腫瘤 其實應該是說 他本來是自己愛擠 擠到有點發炎 發炎之後就去找醫生 醫師跟他說你不要這樣擠 因為你這樣擠 反而容易發炎 你就是來開 可是他說可是我身上有很多 其實他並不是真正的粉瘤 他其實是脂肪瘤 因為他就喜歡這樣擠 擠到本來是軟的 被他擠到都變硬的 而且過沒多久就來 他很清楚的醫生告訴過他 就是說脂肪瘤基本上是良性的 你可以不要去理他 但是如果太多或影響到你的功能 或是有脹 你再來切 可是那個人 有些人就是神經大條 好 那就這樣子 但是如果神經小條就覺得不行 放久了會不會變癌症 然後他就跟醫生說他還是要切 結果這個病人是反覆常常來 他有三不五時就來 但是實際上他長的是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他長 然後就切 切到後來這邊凹陷 因為他有時候反覆長這裡 有時候長這邊長 大部分都是在身體的枝端 那醫生也跟他講說 你真的不用一直來那個割 結果那一天來割完之後 他就跟醫生講 他說醫生我是覺得 每次都長這裡 我這次這一顆摸起來特別不一樣 我沒有擠他 可是特別硬硬的 好像是靠近這個後面這裡 然後他就跟他講完之後 醫生就跟他摸一摸說 你這個應該是被你搞到發炎的 然後他就說不是 可是這個特別痛 我覺得怪怪的 那醫生就說 好啦下次不可以這樣 開到當中再幫你追加 好 這次就幫你做 結果沒想到做完之後回去 隔回診的時候 醫生臉色很難看 他說你這顆多久 他說是很久 那你為什麼當初不開這顆 你都開手 他說你就說都會長 不會怎樣 只是那顆在後面也沒看到 不會覺得怪怪的 只是因為最近夏天流汗 一直摸 摸得它越來越大 結果醫生又說 他說怎麼了 應該是癌症 結果檢查出來 確定是淋巴癌 長出來的 其實我們常常會跟瓜哥提起一件事情 就是你身上如果有一些奇怪的東西 遇久不遇合的時候 你都要小心它會被癌症 因為我前一陣子才剛幫一個病人開刀 他跟我說他手上有個紅紅的像死診 我也覺得很像死診 因為他說他前幾天插藥膏好像會好 但是又一直反反覆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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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實際上因為奇癢無比 我才說他想要把這塊開掉 我還想說奇怪 我這輩子當外科醫師開了很多皮膚腫瘤 但是從來沒幫人家開過死診的 可是他一直說就這一塊不會好 我們就把這一塊拿掉 我想說也很小 就拿掉出來說竟然是惡性的皮膚 我都快要嚇死了 想說 所以這種反覆發炎還是要很可怕的 吳醫師 剛剛你有提到那個脂肪瘤 其實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到底有撒些東西會變成惡性的脂肪瘤 是 脂肪瘤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就像剛剛麗華姐提到的 就是說摸起來好像滾滾的 然後因為腸發生的部位 大概中樞 就身體上滿多的虛幹 背部 或者是在一些近端的四肢這樣子 大家會來開的 反而都是露在外面的難看 看了覺得煩這些 但其實就是剛剛提到這些部位都會有 比較特別注意的可能是在大腿 在大腿如果一些比較大的 這些團塊 有可能會是脂肪肉瘤 另外我們也曾經開刀過 在軀幹上的 病人是有一塊滿硬的 可是感覺雖然好像有點像脂肪瘤 病人以為是脂肪瘤過來 但其實它有點硬 它看起來有點藍藍的 然後表面有一點血管擴張 看起來就是不太對勁 結果切除下來是皮膚纖維肉瘤 對 皮膚纖維肉瘤大概是我們 皮膚科裡面處理比較少的這種 軟組織的惡性腫瘤 這種腫瘤它本身 在成人比較常會發生 它發生的時候 如果你不去好好的處理它 它還是有一點機會 會有遠端轉移 比較常見轉移到肺部 我們有遇過病人一來 就已經全身轉移到肺部都是了 所以還是要特別小心 對 所以像這種脂肪瘤 雖然基本上都是良性的 但是它其實還是有惡性的可能 我自己也開過一個90歲的阿公 他也是開大腿一個脂肪瘤 他都在找我開他的時候 我一直跟他講 你都已經90歲了 你有必要要開掉這個脂肪瘤嗎 我說這跟你幾年 他說跟他40年了 我說那你真的一定要弄掉它嗎 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一定要選在90歲的時候 來開這一顆東西 後來他就說 他就是覺得最近走路這樣有點難 他就是想要開掉 我說可是你90歲了 你真的要弄掉嗎 他很堅持 就會開出來脂肪肉瘤 就是癌症 我們常常講說脂肪瘤是良性的 可是脂肪肉瘤 差一個字而已 就變成惡性了 癌症 那我們現在摸到 身上有脂肪瘤 我們到底怎樣判斷 它是脂肪瘤還是脂肪肉瘤 是 其實我們在觀察上 有幾個重點 像剛剛薑醫師都有提到 第一個是部位 像大腿前側是真的要小心 它是不是一個單純的 第二個是深淺 一般來講的話 良性的脂肪瘤會比較淺一點 但是它那個脂肪肉瘤就會 比較深一點 再來就是質地 質地其實脂肪瘤它是軟軟的 我們摸起來 軟軟的有彈性 太軟 太硬都不對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會去推推它 推得動 推不動 推得動的 大部分都沒什麼大的事情 但是推不動的 就算它是軟的 推不動的 我們要很小心是其他的東西 所以這幾個方法 我們可以去區分 但還有一種情況 就剛剛薄醫師有提到 就是說它的表面 有沒有不一樣的顏色 或者是凹凸不平 或是潰爛等等之類的 這都是我們要小心的重點 對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 教規格的朋友 就是你去分那個良性 或是惡性的皮膚腫瘤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還是會建議 你先去壓壓看它 對 因為壓壓看它的時候 通常惡性的會稍微硬一些些 良性的會稍微軟一點點 另外就像研議師剛剛講的 惡性的腫瘤有個特徵 它就是會跟周圍組織 黏得比較緊 所以你基本上是滑不大洞的 另外還有一個小心 就是它最近有沒有突然間變大 突然間變得變化 你還是要小心 剛才有講到說那個脂肪瘤 到底有什麼原因形成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瘦子 也在長脂肪瘤 那按照中醫的講法 為什麼人會得脂肪瘤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消除 不要得到脂肪瘤 應該是這樣說 其實脂肪瘤真的還是 跟家族遺傳體質 其實有滿大的關係 所以跟業障有關係就對了 對 可是一般來說 它其實真的 臨床上發現它 號發在40到60歲的成人身上 你很少在小孩子身上 看到脂肪瘤 所以有事我們也認為說 它還是跟兩種體質有關係 就有痰濕體質的人 痰濕體質 跟氣質血液體質的 對 這兩種體質的人 比較容易得到脂肪瘤 這種痰濕體質的人 就是剛剛講 比如說你的生活作息 你容易喜歡喝酒 吃一些肥厚油膩食物的人 就比較偏肥胖的人 那中醫說它是這種痰濕內生 就是它會產生很多的脂肪 細胞聚集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痰濕型體質的人 就是常說肥胖的人 比較容易有 但是剛剛說瘦子為什麼容易有 如果是屬於氣質邪淤型 所以為什麼賀君祥他瘦的 那一名已經瘦的 因為他們都壓力大 壓力過大 對 沒錯 然後可能就是經常熬夜 焦慮 這些也會造成 容易形成這種脂肪瘤的體質 分佈的位置後發現 因為痰濕型跟氣質邪淤型 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一般來說 我們認為痰濕型是比較 因為濕氣是在身體的陰面 我們身體有分陰陽 怎麼分到我們 如果我們中醫說把人 我們像狗一樣趴在那個地上 一定要像狗一樣 對 因為主要是陰陽是說 曬到太陽的地方是陽面 沒有曬到太陽的地方是陰面 所以痰濕型體質的人 他比較在 他分佈的位置在身體的陰面 所以也是我們的內側 所以手腳的內側還有肚子 是照不到 你趴的時候肚子曬不到太陽 所以是身體陰面 你會發現這類體質 痰濕型體質的人 他脂肪瘤比較容易分佈 在四肢內側跟身體的腹部 那氣質邪淤體質的人 他分佈的位置在身體的陽面 所以他比較是在四肢的外側 背部 頭部 肩頸 臀部 就是曬到太陽的地方 這個是屬於氣質邪淤體質的人 容易分佈的位置 那當然痰濕型體質的人 如果你在判斷上 你可以說自己有一些臨床上症狀 比如說你經常容易眩暈 反胃或是口氣比較重 然後腸胃瘴氣 大部份比較粘稠 臭惠 我們認為比較偏痰濕型 但氣質型 它就是經常肩頸僵硬痠痛 然後口乾舌燥 大部份比較乾硬 失眠 真的是比較偏氣質邪淤型 所以不同體質 它的調理方式也不同 那怎麼改善 對 所以我這邊介紹 如果你是比較偏痰濕體質的人 這邊介紹一道茶 叫陳皮芙苓茶 對 那這個其實 這一杯嗎 陳皮芙苓茶 對 這一杯是陳皮 顏色比較深 對 它裡面有陳皮 然後跟芙苓 我們用六克 然後另外我們準備山楂 生甘草跟這個 我們的極梗用三克 對 所以就是這個是 針對痰濕體質 它可以健脾和味 還可以去濕清熱 其實我覺得你這個 可以去外面擺手搖杯 其實滿好喝的 因為它其實 喝起來是乾乾甜 因為甘草其實有甜味 然後在陳皮跟酸楂 都是有乾乾酸酸 所以其實口感很好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不含糖 對 所以喝起來還可以 所以也可以用它 來去濕消腫 可以用它來減肥 對 所以真的有 彈濕體質的人 彈濕體質 那第二個呢 氣質血液體質 要喝什麼 對 那氣質血液體質 我們介紹這一道試 這個 是叫做這個 玫瑰單身茶 它裡面的成分就是 有玫瑰 然後羊柑橘 柴湖跟單身 這四種藥材 我們都用三克等比例 這個口感應該也不錯 但是現在不一樣的口感 因為它是有疏乾禮氣 跟活血化育的作用 這一喝下去 就羊柑橘的味道很重 對 沒錯 那還有玫瑰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玫瑰 羊柑橘 都是有舒緩情緒 所以壓力大的人 其實都可以喝這道 這個玫瑰單身茶 這個玫瑰單身茶 因為羊柑橘很多 喝完之後我突然就覺得 好想要睡覺 很放鬆 很放鬆 對不對 吳醫師其實還有一種人 他手上會長很多 很多的小小的黃點 黃黃的東西 聽說這種跟膽固醇過高 有關係是不是 對啊 就有時候 你在門診會看到一些病患 不管是在手的背面 或者是說在一些關節處 手肘 膝蓋 有這樣一塊塊黃色的斑塊的時候 對 然後這個其實還 你看大家蠻容易想的 黃黃看就是油油的 對 那其實它裡面真的是 它是我們一些免疫細胞 巨噬細胞 它平常就是來吞噬 我們身體的一些廢物 所以說它就吞了很多油 很多脂肪在裡面 它就變成黃色的 所以聚集成塊 也就變成我們所謂的黃色瘤 這些病人 有時候你去幫他化驗 確實有一些病人就會發現 他的膽固醇爆表 就是可能是正常的兩倍高 正常大概200 然後來的病人 膽固醇是400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 他常常會跟一些高血止症 包含是三酸甘油脂膏 可能會一些小小的秋疹 比較有這種黃色的秋疹 如果是膽固醇膏 就可能出現這種塊狀的了 在關節處或是在腳踝 阿基里斯健的地方 也蠻常看到會有 這樣子的黃色的腫瘤 這就是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們都知道 高血脂症本身跟心血管疾病 有一定的風險 這些黃色瘤 可能會有3到5成的機會 合併高血脂 高血脂又可能會有 5成的機會有些心血管的疾病 甚至被發現 如果眼皮上的黃色瘤 可能會增加到1.5倍心血管的疾病 所以大家就是有發現的話 還是要尋求專醫師的協助這樣子 對 所以說你莫名其妙 長出這些黃點的時候 你要小心你的油可能已經爆表 但是不是高就一定會有這種東西 不是 也是很奇怪 有人高到爆表 可是他就是不會長這些 他就好好的 有人其實也沒有高到多少 可是他就給你長一些這些奇怪 只是這是你身體的一個 hint 如果你已經長出這些 小小的那種黃色的那種點的話 你就要小心你的血脂 其實已經爆表了 另外你會不會常常去摸你的脖子 不是看你的脖子出還是細 脖子除了甲狀線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硬塊 都告訴你一些問題 你身體可能出了大問題 下一段回來我們就告訴你 怎樣去檢查你頸部的腫患 各位觀眾朋友 你在照鏡子的時候 你會不會特地去看看你的脖子 不要誤會 我不是叫你看你有沒有雙下巴 不是要看你脖子裡面 有沒有長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顏醫師聽說脖子裡面 有很多的訊息可以告訴我們 很多時候惡性腫瘤 會在脖子被發現是不是 是的 因為其實脖子 除了一般正常的器官組織之外 其實有很多的淋巴結 淋巴結就是我們免疫系統裡面的 一個檢查站的一個地方 所以當身體有一些 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都會在這個檢查站 被攔截下來這樣子 所以像我們這個圖上 可以顯示出 有個三角形的區域 從我們的下巴 到我們胸鎖乳頭肌 在中線這個三角形 是很重要的一個區域 我們在幫病人檢查的時候 就會詳細的檢查 這個區域可能是暗藏一些訊息 是不是從哪邊來的 例如說像如果說 在下巴這個地方的話 很可能是一個舌癌口腔 來轉移過來的 如果是左邊的鎖骨上面 這一區的淋巴結的話 這是很重要 相信將醫師非常熟悉的 這是我們腸胃科 最常見的轉移的地方 淋巴結的地方 所以其實 這個淋巴結的一個 一個腫壞 可能也可以給我們一點提示說 身體是不是出了哪些的狀況 對 因為像剛才研醫師講的 我們畫的這一區 剛才研醫師有提到了 淋巴結是幹嘛的 我們身體有很多的淋巴管 就是要把我們身體的一些 組織液把它引流回去 它又是一個很好的檢查的地方 因為如果說今天所有 組織液裡面如果有壞的東西 比如說細菌 病毒 或是癌細胞 如果可以肆無忌憚 在你的淋巴裡面到處亂跑 那你很快就全身轉移了 好在我們身體有個檢查站 就叫做淋巴結 這些壞東西 會在淋巴結的地方 就被擋下來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一些像比如說我們指這邊 在這個鎖骨上的淋巴區 為什麼 因為食道 肺 甲狀腺 它們的淋巴區 比較常被引流在這個地方 所以很多時候 這邊就會變大 所以當你大部分都還是在附近 像比如說像舌頭 在這個地方 它的淋巴結可能第一個 被引流在這一區 所以它的淋巴結腫大 第一個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常常去摸脖子的一些 在這個淋巴結的時候 突然間變大 你真的就要小心 它是不是幫你阻擋了 身體哪些敵人 就可能那個地方 就被表現出來了 那麗華 你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覺得說眼歪嘴斜 本來以為是中風 結果後來是癌症 是其他地方的癌症 應該是說 也沒有到那麼的嚴重的癌症 應該是說 它就是等於是腮腺腫瘤 但是最主要這個病人是很特殊 他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在跟公司講一些事情 那報表的時候 因為都是戴口罩 所以根本沒有發現他有症狀 那他就是在公司 除了吃飯把口罩拿下來 所以他也沒有很明顯 只是他覺得說 最近吃東西好像沒那麼順 可能覺得自己可能年紀大 還是最近怎麼口牙不太順 他還沒去注意 而且他長期以來就是這個臉型 就有點一邊大一邊小 他也從來不以為意 那是一直到那天在吃飯的時候 突然喝湯 湯湯那個有點流下來 老婆非常的親切的幫他擦了一下 他就這樣笑一個想說 老夫老妻還幫我擦嘴 結果這時候一笑的時候 他老婆說 就手就停了 他就說怎麼了 他就說 你怎麼 嘴巴的那個角度好像不太對 半邊沒有效力 對 他說只有一邊有 一邊沒有 而且你剛剛在講話 那個湯這樣流下來 說你會不會中風 老公你有沒有狀況 我說沒有很好 四肢什麼都很好 而且我最近也吃得好睡得好沒事 同事也沒有說過怎樣 可是你的臉 拜託 在取禮之前已經快十幾年 臉都是這邊比較大 沒有什麼問題 後來他老婆就說 不行不行 我們趕快去急診 看你是不是快要中風了 怎麼會嘴巴歪成那樣 我說沒有 他自己看也還好 只是沒有那麼自然 然後到了急診之後 醫生就幫他做了檢查 然後也是怕 怕萬一是中風 做完就跟他講說 是沒有 那目前我們請爾比喉克下來會診 一開始就說 他是那個腮腫瘤 然後壓到 已經壓到他的面神經 所以就造成他的嘴角有點歪斜半瘫 但是沒有到那麼嚴重 那這個是算幸運的 那我們講的下一個就是 跟我們的腮腺再前面一點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大唾液腺 然後我們的腮腺 都是我們的大 但是這些腮腺的 都會壓迫到是我們的面神經 那我講的這一個 就比較不幸運 他是怎樣 他是一直覺得說 這個嘴巴這邊一直腫一直腫 他講說火氣大 看一下中醫 中醫就跟他講說 沒有你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這個可能還是去看一下 因為你這個腫的有點大 那中醫把他 叫他改來大醫院檢查 然後他想說 有那麼嚴重嗎 不過是嘴巴破 那個中醫師是不是太緊張了 好 他就不理他 等了一個禮拜之後沒多久 他突然跟他老婆說 老婆老婆我現在有點喘 他說為什麼 他老婆看到他 怎麼臉像豬頭臉 就一邊整個腫道不行 結果就趕快來掛急診 那急診的時候我們就匯診 匯診的時候就告訴我們 準備什麼你知道 不是切除 各位你知道 我們準備氣切 因為他已經壓到這個神經 而且整個腫道非常大 他其實如果在中醫師 叫他來看檢的時候 他其實只是一個結識 但是因為他沒有去注意 又叫他口腔衛生 沒有去注意好 整個腫道不行壓破他 而且整個這炎症道 都已經快要變蜂窩組織炎 然後下來就壓到這個 我們猜你要幫他做氣切 還有那天進來 我們先把他做一個清創手術 對 例如我要講的就是 他的腮線跟下函線 如果你不好好顧的話 他一樣有可能會變成二性腫瘤 特別是腮線的地方 如果有長腫瘤 因為剛好炎面神經病出來 你可能馬上就是臉歪嘴鞋 看起來像中風 你白酒的這些腫瘤 都是有可能變成二性的 吳醫師是不是也有幫病人 切除過頸部腫瘤 結果出來 結果也是讓你很意外 對 就是因為皮膚都歸我們管 所以全身皮膚哪裡有腫 都會來看我們 我也是有孕過患者 就是來看 他說他頸部這邊腫一包 而且已經好久了 我們都會問問看 有沒有超過兩個禮拜 因為有時候感冒什麼 其實 本來就會腫 對 脖子禮拜會腫一腫之類的 但是就是檢查起來 這瘤不像脂肪瘤 因為不是這樣圓滾滾的 然後也不是很像粉瘤 看起來有一個口 或是摸起來這樣硬硬圓圓的 而且感覺深度有點深 好像緊緊的定在脖子 這個上面這邊又很硬 所以說我們就跟他說 這個可能不對勁 然後結果後來 就是趕快把他轉介去 耳鼻喉科檢查 檢查結果果然發現 是一個鼻咽癌的患者 鼻咽癌最常有可能會 旁到頸部這個領巴這邊來 領巴結 又是幫他阻擋了鼻咽癌的東西 對 所以頸部突然有東西 一定要仔細的去摸 看他到底是良性還是痾性 但是也不要嚇自己 因為有時候一感冒 他就是會腫大 如果照顏醫生這樣講 到底要不要緊張 你說感冒也會腫 我們常常叫病人不要太緊張 每個病人來就說 我長個東西 要不要開刀 要不要幹嘛 你會跟他講說 這不要緊張可以再看看 我們到底怎麼樣區分 我們脖子突然長出來 東西的時候 是要馬上來看醫生 還是可以等一下 是的 其實我們真的是 蠻常遇到有些人 就是覺得自己有一塊東西 就很緊張跑來門診 其實我們在做頸部 的腫塊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先看外觀 我們看對稱性對不對 正常來講的話 如果對稱性 大致上良好的話 是沒什麼問題的 第二看表面 表面有沒有什麼紅 腫發炎的情況 潰爛的情況 好 接下來就是要檢查摸 其實我們標準的摸法 會是從下面這邊 從下凹骨下巴 沿著胸鎖乳頭肌在下 摸到前面 再摸我們鎖骨上面的區域 鎖骨上面 這樣子摸下來的時候 我們去看看說 如果真的有摸到腫塊的時候 大部分發炎型的腫塊 它很少超過兩公分 兩公分以內 可以移動 摸起來痛痛種種的 最近有感冒 那我們就放心了這樣子 好 如果它超過兩公分了 不大能動 硬硬的 這個我們 而且有點深層 推不動 這我們就要很小心 這樣這個情況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從用看的 用摸的 用感覺的 還有觀察它的外觀 來看看它的情況 對 其實頸部淋巴結的摸法 跟我們摸皮膚腫的摸法 也是有點像 就是一樣是固定的 另外就是說 剛才你也有講一個重點 大部分的良性的頸部淋巴結 腫大是不會超過兩公分的 你超過兩公分 真的就要小心一點點 另外剛剛像吳錦玲醫師講的 如果說你最近有感冒 這突然變大 這其實還是蠻合理的 但是如果它之後 都沒有縮小回去 你就要小心 所以就是幾個重點 它如果一直在變大 都沒有縮小 你就要小心 如果說這個突然變大之後 你最近又沒有什麼感冒 又沒有什麼一些病毒感染 就突然間跑出來的 你也是要小心 你是不是有治療過一個病人 滿臉痘痘 因為滿臉痘痘 他可能會發炎 發炎之後 頸部淋巴結 腫大好像很合腸裡 因為就感染 可是最後出來結果很差 對不對 對 其實之前有個28歲男性 他是因為滿臉的痘痘 而且他痘痘位置 剛好也是在那個下巴頸部 而且他痘痘真的就是囊腫 很大顆的痘痘 所以因為他 我就問他的生活作息 他剛好就是在那個超商 然後是做那個大夜班 所以他都白天睡覺 生活作息就日夜顛倒 偏偏他白天 他家裡住市場附近 所以很吵雜 他也睡不好 睡睡醒醒 然後你知道28歲年前 喜歡吃炸 那個辣烤炸的這些食物 才有味道 手搖飲料 也沒在什麼養生的 所以他其實長痘痘眼 他也知道是他的生活作息不OK 可是他說我痘痘眼重到 他說他甚至他的淋巴結 都腫起來了 因為他其實有先去看 因為他就告訴他那個頸部 摸到一個很像粒子大小的淋巴結 其實就比較大 但是他就先去耳鼻喉科檢查 耳鼻喉科有先幫他檢查 發現他其實耳鼻喉都沒有發炎 那醫生就說 你就是因為那個臉上痘痘太嚴重了 所以淋巴結才會腫大 所以說你先 我就會幫你開一些藥 他會給他開抗生素消炎藥 然後給他吃 可是因為這個年輕人 他的腸胃不是很好 所以他一吃他就開始拉肚子胃透 所以他就想說 那不然來找中醫調理 那我當然也嚴格限制他 一定要這個飲食配合 那真的治療一段時間之後 他其實痘痘有變好 但是我發現他痘痘變好 但是他的領巴這一塊地方 並沒有變小 沒有消掉 而且其實大小不但一樣 而且也是摸起來 就是感覺上 你就覺得他不是軟是硬的 所以我就建議他說 你要不要再去這個 就是交血醫院去做一些 更詳細的檢查 一檢查出來之後 竟然是罕見的頸部惡性腫瘤 對啊 所以就是 剛剛像廖醫師講的 你發現的時候頸部淋巴結腫大 其實還蠻常見的 但是你發現好的時候 通常這個淋巴結 也要慢慢的變小 沒錯 如果你不變小的話 這個淋巴結可能是有問題的 其實講到惡性腫瘤 大家都知道 跟免疫力很有關係 是不是可以教我們幾招 按一些穴道 可以增強我們的免疫力 就不用有 不要長這些東西就好了 就不用費力去分辨 他是良性還是惡性的 有沒有一些穴道可以按 可以 其實在我們中醫來說 就是我剛剛說 因為這個腫瘤 在我們中醫認為 它是一個斜 是一個陰斜 就是陰陽的陰 所以我們要提升身體的能量 提升身體的陽氣 所以教大家兩個很簡單 可以提升免疫力的穴位按摩 第一個穴位是百慧穴 對 百慧穴在什麼位置 百慧穴在我們的頭頂 兩個耳間的連線 做一個這個 第一個連線是在這個兩個耳間 第二個我們在兩個眉毛的 兩個眉毛的中間 然後再做一個垂直線 這兩條連線的焦點處 就是我們的百慧穴 所以我這邊找到百慧穴 之後我們又可以 我們的指腹 中指的指腹或是大拇指 都可以去按壓這個百慧穴 用指數按 指數按壓這個百慧穴 對 那這個百慧穴 它顧名思義是 百脈匯集聚集的地方 所以我們全身經脈 都匯集在這個地方 所以按壓這個百慧穴 其實對條理全身經絡的 這個氣血運行是很有幫助的 而且其實現代醫學也發現 這個刺激這個百慧穴 可以就是 增加我們這個 腦內非的分泌 就是它有鎮定止痛的作用 而且其實也可以活化 這個淋巴結的活性 所以其實就是說這個 可以活化我們淋巴系統 所以就是我們的免疫系統 所以對提升免疫力很有幫助 那我們中醫也認為說 頭是陽氣聚集的地方 那百慧穴剛好就是 可以提升身體能量 所以你有時候頭暈腦脹 頭痛的時候 都可以按壓這個百慧穴 補氣又活化名利 對 沒錯 第二個穴到底 第二個穴位是坦中穴 坦中穴在什麼位置 在我們的乳頭 這兩個乳頭的 連線的中點 對 正中間 所以在我們胸骨餅上面 所以其實都很好按壓 也是我們可以用指腹 這當然我們可以用 大拇指的指腹去按壓 或是說 如果你覺得比較痛 你可以用那個掌根的地方去 其實滿敏感的 滿痛的 對 就是去按壓這個坦中穴 坦中穴它是任脈的穴位 我們皇帝內經說氣會坦中 就是說我們身體氣的運行 都是由坦中穴來做調節的 這個穴位其實還滿好用 它其實它可以寬鬆禮氣 活血通落 而且它也有直喘直咳的作用 所以你有時候咳嗽在氣喘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按壓這個坦中穴 而且它其實還有很好的作用 就是它有舒暢心胸的作用 所以有時候胸悶 入足的時候 玉足 所以它也叫出氣穴 你可以去捶打這個穴位 或是去按摩這個穴位 那我們剛剛講這兩個穴位 其實這個坦中穴是任脈的穴位 這個百慧穴是都脈 所以我們講任都二脈 就是這兩個經脈一打通之後 身體能量就起來了 所以百慧穴跟坦中穴 交給大家增強你的免疫力 同時讓你不會咳嗽 還可以心胸寬大 另外就是講到女性 其實最害怕的就是乳房的惡性腫瘤 另外你知道嗎 有一些良性的皮膚腫瘤 竟然可以靠針灸 好像也可以把它出去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相信現在大家越來越常去搭高鐵了 高鐵的風景真的很美 因為我每次坐在高鐵看外面 我就覺得自己真的跑得好快 另外高鐵變成也很好吃 另外高鐵的列車長也很漂亮 很好看 他們制服非常好看 但是最近既然經傳高鐵的最美列車長 得到乳癌 它是怎麼樣 是 而且他聽說不是最近才發現 其實他很早就有 然後他也是覺得自己也摸到 腋下有一個 但是他也不以為意 因為我跟你說 其實當你身體摸到東西的時候 我相信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神經大條 就還好吧 神經小條就趕快很緊張 就嚇得要死他 對 自己嚇到吃不好睡不好 但是如果神經大條 這下就慘了 他會自己美化 不會吧 反正大家都也輪不到我 而且我們也都知道 很多人 像我們最近剛好上夜班 然後一堆來開的都是什麼 有家庭主婦 還有就是老闆也有 甚至於你再摸到這個總塊 真的是不分年齡 然後也不分你的職業 像我們的國居民民都有 最近你剛剛講的 高鐵它不是只有列車長 它是罪證 它是必要選 你那個罪證要出來好不好 跟你是罪證護理師一樣的意思 對 然後他也是 你不管他是不是罪證 他最美 但是他也犯下一個最嚴重的錯誤 就是其實長很久了 他不以為意 一直到後來 就是被督促之下去做的檢查 一開下去做完之後 送化驗 果然是乳癌 這個就讓我們覺得說 非常非常的遺憾 而且像我們有些乳癌的病人 像我們這幾天看到 有一個病人 那個阿姨 是整個已經破洞了 你知道嗎 他從那個乳管線 一個是溢出來 一個是在這裡直接糜爛 另外那個家管 是從這裡整個爆破 都是這樣子才願意來 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 對 其實乳癌一直是 我們國內女性的頭號殺手 而且因為她耗怕 年紀才45到50歲 所以這個時候的女性 其實對家庭的 不管是經濟 還什麼都非常重要 所以她只要一帶得到癌症 通常毀掉的 不是只有她自己 通常是毀掉的是整個家 所以我這邊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其實乳房的腫瘤 我們常常會聽到的就是 纖維腺瘤跟囊腫 其實囊腫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水泡的意思 這些東西兩個摸起來 就跟我們剛才一直在提的 因為它是良性的 所以基本上 它就是可以滑動 惡性的它就是不大會動 而且比較硬 我還是跟各位再三強調 你要去檢查你的乳房 最好的時機點 當然我是希望你每天都去檢查 但是其實最好的時機點 應該是在月經結束 或者第七到第十點 因為它是你的乳房 最不脹的時候 最好是平躺的時候 再去摸一下 因為那個時候 摸的時候是比較清晰的 但是我還是常常被問到 良性的腫瘤到底要不要開刀 皮膚的我常常講 就是你要看 你要付出多少代價 今天如果說你良性腫瘤長在皮膚上 你想開就開 這其實沒有付出什麼代價 可是如果今天 你一個良性腫瘤長在肝臟 請問你要不要開 良性腫瘤長在胰臟 請問你要不要開 你為何擔心它會變成癌症 而去開的話 其實就因為你要付出的代價 實在是太大了 我不覺得那種東西 需要去處理 所以我們醫生常會跟你講說 那個如果長在內臟的一些良性腫瘤 我們就追蹤 它只要沒有變大 基本上它就沒有所謂 變成惡性的可能 你就放著就好 如果你是長在皮膚的腫瘤 你只要覺得看不順眼 或是會痛 你想開當然都沒有問題 所以良性腫瘤跟二性腫瘤 良性腫瘤到底什麼時候要開 其實有時候跟它的位置 是有關係的 而且跟你切除完之後 你要付出的代價是多少 是有關係的 所以還是要交給專業醫師判斷 另外不要意思 你們是不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幫人家消除脂肪的 你剛才有說 有介紹兩個茶飲 改善體質 萬一我今天已經長出來了 我是不是可以靠針 就把它針掉 不用去找我們外科醫師開刀 沒有就是通常我們是針對 這種比較就是特定性的 就如果你長了很多地方 那你就比較不適合 對其實剛剛講除了茶飲之外 我們也有針灸的方式 就是針對那個局部的地方 去做刺激 它是這個方法叫圍刺法 就是圍刺法 它其實就是在那個 脂肪瘤的周圍 然後我們就下針 選這個尺寸大小針 在脂肪的周圍用斜45度 去包圍那個脂肪瘤 然後中間再用一個針 直接在那個脂肪瘤的最高點直刺 然後做體差黏轉 那其實它主要就是因為 其實針刺它可以刺激 脂肪瘤周圍的一些 就是活化它的這個淋巴 它的那個免疫系統 那其實巨噬細胞就會 聚集在那個針刺的周圍 去吞噬掉這種不正常的組織 那我因為之前有個38歲女生 她就是來做埋線減肥 那她就是我在幫她埋線的時候 發現她那個臀部 因為她的體型是很典型的 那種西洋梨型 就臀部脂肪特別的肥厚 那我在幫她埋線在發現 她在那個臀部靠近大腿的地方 有一個摸起來 就是扎起來針感不太一樣 所以我去摸的時候發現 怎麼有一個 好像裡面有個腫瘤 而且還滿大的 像個雞蛋大小 然後我就建議她去做檢查 她說那個她本來她是 她有摸到 但她認為那個是橘皮組織 所以她就沒有管她 就沒想到就是她就 就是她就是去檢查 我就說你要先去檢查 就真的是脂肪瘤 但是醫生說如果要開刀的話 那個傷口可能會很大 所以她就想算了 那她就是乾脆先來減肥 然後順便我們用針灸為次 針了三個月之後 就她也瘦了10公斤 她那個脂肪瘤 就從這個雞蛋大小 變成像一個粒子大小 所以她就想說 不影響她的功能的話 那就跟她和平共吵 對 其實身上的一些皮膚的腫瘤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但是你還是要常常去注意她 你沒事沒事的 就是稍微推推看她 如果她有一天突然覺得變硬了 或是本來可以滑動得很好 變成不能滑動的時候 你還要小心 她是不是有一些太大的問題 另外頸部有很多的淋巴結 這個淋巴結 隨時都在保護你 如果她突然間變大了 你一定要小心 她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跑到那邊去 另外兩個穴道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要注意 身上所有的腫塊 小心才能夠使得萬年床 健康2.0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我相信你們 下ências 三小螢 在這兒 三小一 二小二 三小五 三小択 三小六 三小一 三小一 三小.. 二小一